有請的是我們的 蠟染繪畫師 蠟染 完全都猜不到 好有氣質 來,這邊請 來,您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好嗎 大家好 我來自貴州單載 我叫林曼莉 我不是一個手藝人 我是苗族蠟染記憶的 手藝人 歡迎您 我們剛剛說到有蜂蜜 然後還有板蘭根 都把我們鬧糊塗了 但是我想一會兒 您就會給我們揭曉謎底 到底這幾個詞之間 有什麼樣的關聯 我們先想看看您的作品,好嗎 好的 來 蠟染人是苗族民間的 一個手工技藝 它是一個母親的傳承 一個媽媽的手藝 因為苗族它沒有文字 它就是把幾千年代大遷徙 這樣的一個悲壯的歷史 畫在身上 刻在身上 繡在身上 所以苗族蠟染 也是穿在身上的歷史 高手在民間 我來了 好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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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看 這位歌 所以她可以喝的 我來看 叫公主 太美了 从竹林中穿梭过来啊 我觉得你们给我感觉 也像少数民族来的朋友 那我们请您女士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服装的特点好不好 好的 这件是我们改良后的苗王妆 这件呢 就是我们最传统的苗王妆 那件更特别了 这个是哈利波特的衣服 对 一个披风 对吗 好 我们再看看这边 我觉得女生这个头饰也好看 这件呢是我们的一个 苗竹辣胆的一个经典的文样 太阳鼓 这个 这一件衣服 邻居了我们手工人的情感和温度 哇 像小公主一样很美 对 感觉第一个是一个 画了很多的这些符号 真好看 比如说它的这个太阳的光芒 还有麦穗 对 有丰收 然后有这个年轮 寓意叫岁月 有我们苗竹千玺 他们越过的黄河长江 很多的符号都是有寓意的 虽然是一件衣服 但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文化 对 好 我们再看看小马队这件 我这个很飘逸 转起来都会 对 它的下摆就不一样了 设计上 这件是一件蜡染的白鸟衣 对 我的羽翼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浮美穿的这件呢 对 那件也是设计师改良后的一件蜡染的服饰 这边确实很现代 对 我觉得有一点时装元素在里面 对吗 是的 好 谢谢我们的六位模特 谢谢 谢谢老师 来 请坐 谢谢 那我们看看在这一轮展示过后 每一位都穿上这个蜡染的服装了 你们觉得今天我们的宁老师 能不能获得罪决高手 必须给笑脸 你看老师都给了我心苗王的衣服 看你给我打下的江山 老师看我给您的笑脸 你给我一片江山 我还你一片笑脸 我是觉得呢 老师的制作工艺真的非常精巧 然后呢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伟大的一个文化遗产 对吧 我们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不给笑脸还能怎样 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端庄 这么贤淑 看起来像一个女王一样 海德宇老师这种传统工艺的裙子 让我整个人体会了一把这种女王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一轮是没有任何一意 你们的决定都是 笑脸 所以大家会很好奇 您是从小就在苗族生活吗 我是安徽人 我的老乡 是的 你是安徽哪里 我是安徽 我们是从小就在这种困境 然后呢 企业就陷入困境了 但是人吧 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都要勇敢地往前走 不能放弃 对 然后我就一路连转 来到了贵州 特别巧 在贵州的凯里 我正好遇到了一场 苗族民间的工艺的一场大赛 然后在这个大赛上呢 我就认识了很多的画娘和染娘 他们精湛的记忆呢 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最主要的它的原材料 也是我积压的一些天然的纤维布料 然后呢就突发奇想 就是能不能把这些布料 从安徽运到贵州 这样子呢就转换一种形式 把这些布料呢 就是能够销售出去 就是最初的初衷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蜡染 对 后来我就通过调查了解 走访 然后知道了我们贵州省的丹寨县 2006年苗族蜡染记忆 就被国务院批准为 首批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且了解到苗族蜡染的发源地 是在丹寨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决定扎根在当地了 是吗 对 今天我知道还有一些画娘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对我们把他们请上台来 有请 接下来 李老师将现场展示 蜡染这项传承多年的古法记忆 高手在眼间 马上回来 高手在眼间 精彩继续 好 我们的画娘都已经在台上就坐了 那个他们现在是在制作蜡染 在画蜡染 画蜡染 这个就是密封的蜂蜡 这个现在拿着我手上的是固体 用一个容器把它融化 就成了蜡水蜡叶 然后它就沾上这个蜡叶来画画 然后我看它的这个画笔也非常特别 对这个就是蜡刀 因为这个蜡呢它有粘性 所以它必须用这个蜡刀 这个铜能起到保温和导温的作用 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个缝隙 甚至这个口口流出来 就开始画了 此间走似清水中 剪似脸线红蓝蓝 然为红线红蓝 只作品香电上汤 没人踏上个舞蓝 在落万象蜥碎 落万象蟹碎不墨 一片似落青似水 画碎鱼之天成色 自剪扫似清水中 剪似脸红蓝蓝蓝 剪似脸线红蓝蓝 染为红红蕴蓝 只作品香电上汤 没人踏上个舞蓝 落万象蟹碎不墨 一片似落青似水 化碎鱼之天成色 这种呢 有一批 Zither Harp 腊染的原理呢 就是大家刚才都看到了 先用这样的腊 然后呢它融化成腊水 然后化粮进行化化 化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拿到这个植物的染水里面去染 当然这个染色呢 它要经过无数次的氧化浸泡 氧化浸泡 这个蜡呢遇到高温就融化了 就呈现了我身上这样出现的蓝底白花 好 老师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操作的是什么步骤呢 这个是化蜡 这个是染布 这个叫脱蜡 这是最后一步吗 脱蜡 然后呢再清洗亮色 你看它变成了 哇 现在我们穿的这个颜色 哇 好快的变化 变色 从绿色已经变成蓝色了对不对 对 但老师我们看您现在制作的这个流程就这样一小块布吗 我特别想了解我们这种衣服是一件衣服一件衣服这样制作出来的 还是说染一大批的布然后再进行剪裁 一块一块一件一件 哇 这人工成本真的很好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好 我们这块布已经成型了 是吗 对 好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哇 今天我觉得我们也非常幸福能够在现场看到我们的这个蜡染整个工序啊 哦 太漂亮了 用蜡绘画于布而染之 揭去蜡 则花纹如晦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感受蜡染的魅力吧 哇 每个人都拿了一个蜡染的包 非常的精致也很特别 哇 好漂亮啊 我这个图案跟你也不一样对吗 对 这个是古老的乌托纹来做的一些包包 还有一些围巾 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你的这个图案就比较现代吧 对 对我这个呢就是比较现代了 就是让都市里面的人也能够来接受它 嗯 好 我们看看身后其实有很多蜡染的作品啊 对 这个呢是一个大幅的蜡染的一个背景墙 然后它个整个的画面呢是画了一个叫 我从远古走来 这个画的这人都是苗族远古时期的那种祖先啊 然后呢中间它有一个太阳谷 这个太阳给我们带来光明 给我给我们带来幸福 嗯 这里面所有的都是苗族的图腾 有蝴蝶妈妈 有神鸟 有这个勤劳的牛 有丰收的鱼 这个都是一些吉祥的图案 嗯 然后这一幅 这是蝴蝶吗 对 这个就是把蝴蝶 这些画鸟呢 它们的想象力就非常的丰富 它把蝴蝶泥人画了 然后呢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蝴蝶妈妈 它生了十二个蛋 哦 然后呢这个十二个蛋里面 其中就有我们人类的始祖江秧 嗯 其实它是跟很多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了 对 嗯 这个都是苗族的一些图腾文化 嗯 我看到这边这一幅也很特别哦 对 这一幅你看有很多的太阳花 然后呢 有四条这个苗龙来组合 对 寓意着极强健康幸福 刚刚说到龙这个是凤吗 在苗族 它们就特别地崇拜鸟 因为鸟和苗族呢 有很多的一些神话的故事 紧密相连 对 在苗族的蜡染里刺绣里 都高频率地出现鸟的身影 其实这些作品都是它们一针一线 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每一幅作品其实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吧 对 像这样一幅大的大概需要多久呢 半个月 半个月 每一天必须不停歇地一直在工作 对 因为它要每一刀每一笔 一刀一笔地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它异常珍贵 因为它不是机器成批量生产出来的 是有感情有温度的作品 好 那我们要看一下现场的观众 你们是不是支持我们的蜡染作品 支持这样的工匠精神呢 来准备好手中的能量环请投票 高手 所以恭喜获得了我们的最绝高手称号 两队都是火眼金金 来 我们为您女士带上最绝高手的勋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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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希望有更多的作品在我们这儿展示 也回去向您的画鸟问好 好吗 谢谢 谢谢